欢迎大家收看大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增加宾夕法尼亚州大学透明度的法案通过众议院 吉姆·哈伯尔就密歇根州偷看标志事件发表讲话 驳斥了有关他的合同报价被撤销的报道 卑诗水电公司要求从4月开始实施适度的2.3%的电费涨幅 红肉与多种健康问题有关 包括二型糖尿病 我需要担心吃红肉吗 布莱恩 费伦兹将在本赛季结束后离开爱荷华州的进攻协调员职位 代理总监表示 请大家收看 增加宾夕法尼亚州大学透明度的法案通过众议院 美联社 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旨在增加该州四所与州有关的大学 匹兹堡大学 天普大学 林肯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透明度的法案 该法案要求这些大学公开员工薪资 教职员工薪资范围 入学人数 就业数据 财务信息 以及超过5000美元的合同清单 这些大学还需要公开董事会开会记录 这些大学虽然不是州立大学 但却获得数亿美元的纳税人资助 吉姆 哈伯尔就密歇根州偷看标志事件发表讲话 驳斥了有关他的合同报价被撤销的报道 雅虎 密歇根大学主教练吉姆 哈伯尔在超过一周的时间里首次与记者交谈 此前有关于NCAA对狼欢队涉嫌现场偷看标志的调查的猜测一直在蔓延 卑施水电公司要求从4月开始实施适度的2.3%的电费涨幅 加拿大环球邮报 卑施省皇家电力公司BC Hydro已申请2.3%的电费涨价 这将使平均住宅账单每月增加约2加元 这是BC Hydro连续第6年申请低于通胀率的涨价 目前的电费比过去7年累计通胀率低15.6% 比2013年制定的10年电费计划低12.4% 预计BC Hydro的涨价申请将在2月底前由卑施省公用事业委员会决定 BC Hydro表示电费涨价将保持电力成本低廉 同时支持清洁能源投资 红肉与多种健康问题有关包括二型糖尿病 我需要担心吃红肉吗? 雅虎 根据一些专家的说法 红肉消费一直在缓慢下降 这可能是一件好事 布莱恩 费伦兹将在本赛季结束后离开爱荷华州的进攻协调员职位 代理总监表示 多伦多星报 据代理体育总监贝斯 歌词表示 布莱恩费伦兹将在本赛季结束后不再担任爱荷华大学的进攻协调员 费伦兹已经担任这个职位已经7个赛季了 但他的球队的生产力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在下降 本赛季 爱荷华大学在每场比赛的码数和得分平均数方面在全美大学橄榄球分区排名垫底 决定撤换费伦兹是在于主教练柯克、费伦兹、费伦兹本人和校长巴巴拉 据威尔逊进行讨论后做出的 气候科学家Selimo Hawk 强调帮助贫穷国家适应变暖 去世 享年71岁 美联社 来自孟加拉国的著名气候科学家Selimo Hawk去世 享年71岁 Hawk是贫穷国家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坚定倡导者 对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努力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帮助创建了位于达卡的国际气候变化与发展中心 并是伦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创始成员 Hawk还在建立了一个由负责高排放的富裕国家支付的发展中国家损失与损害计划方面发挥了影响力 野餐地和跑道 柏林泰普尔霍夫机场的重塑 英国每日电讯 柏林的泰普尔霍夫机场于2008年10月30日停止商业航空运营 现在利用其百年庆典来吸引人们对其历史和潜在未来的关注 该机场最初于1923年10月7日开放 此后成为许多历史事件的场所 从冷战期间的柏林空运到1931年格拉夫 其柏林飞艇的到来 该机场现在是柏林一个受欢迎的开放空间 人们利用以前的跑道进行风筝飞行和滑板等活动 该机场还设有一个名为起飞准备泰普尔霍夫机场百年历史的展览 探讨了该机场的历史 包括与纳粹的关联 加沙战争的财政成本是多少 半岛电视台 经济学家警告说 以色列对加沙战争的代价将是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 学校和企业的关闭 劳动力的减少以及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 都对经济产生了影响 以色列三周多前对哈马斯的突然袭击宣战 也对全球金融和能源市场产生了震动 加沙地带的破坏是前所未有的 双方的实际代价以及对该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尚未完全确定 中国部长受邀参加人工智能峰会 协助创造了机械化老鼠 英国每日电讯 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吴钊辉是一个团队的成员 他们通过植入电击到大鼠的大脑中 提高了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 这项实验于2016年发表 发现当大鼠通过电击由计算机算法引导时 他们的迷宫解决能力得到了改善 实验的成功使作者们提出了这些半机械化大鼠 可以用于搜救行动的建议 预计吴钊辉将在本周晚些时候 参加英国的人工智能会议 这引发了中国鹰派的批评 他们声称他涉及新疆的人权侵犯 NFL告诉休斯顿大学 停止使用类似于Eilers复古队服的制服 雅虎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向休斯顿大学 发出了一封停止侵权的信函 原因是 该校在本月早些时候 对阵亚利桑那大学的比赛中 使用了休斯顿游人队的复古球衣 NFL要求停止并移除 所有展示游人队著名的浅蓝色 和红色配色方案的商品和宣传材料 休斯顿大学表示 这些球衣是为了怀旧的时刻 向过去的时代致敬 休斯顿游人队于1997年 搬到纳什维尔 并更名为田纳西泰坦队 如果日本公司足够努力 就能找到合适的女性董事 日经亚洲 据安永普华永道 EYPersonan 日本消费者业务负责人 小林信子表示 由于对女性员工职业发展的投资不足 日本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 女性董事会成员 小林表示 企业需要投资培养女性员工的 总经理经验 使其成为董事候选人 然而 在新一代女性高管成熟 并能担任董事职位之前 公司和搜索公司 必须将目光扩展到学术界 中小企业 初创企业 和独立女性专业人士 小林还建议公司 寻找那些选择 非传统职业道路的女性 比如创办自己的企业 因为她们 可能缺乏总经理经验 但可以提供宝贵的外部视角 康奈尔大学 呼吁联邦调查局 调查针对学生的 反犹态主义威胁 英国每日电讯 康奈尔大学已经请FBI调查 针对其学生的反犹态主义威胁 这所长春藤联盟学校是 美国最新一所 遭受犹态学生恐吓的大学 这种恐吓是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之后发生的 在该大学的在线论坛上 留下了威胁性的信息 其中一条写道 小心点 诸犹太人 圣战来了 没有地方是安全的 这波国内反犹太主义浪潮 引起了白宫的警惕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的丈夫 道格拉斯 埃姆霍夫被委派解决这个问题 汽车工人是最新关注 美国劳工力量的人群 工会的现状如何 美联社 尽管今年罢工和合同协议数量创纪录 但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美国工会仍面临艰难的斗争 由于公司将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和雇主对工会持反对态度的兴起 工会会员率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下降 零工经济也使工人更难组织工会 因为公司将员工分类为承包商 权力工作法律也削弱了工会的财务资源和溢价能力 对工会化的态度已经变得政治党派化 民主党倾向的州的工会化率高于共和党倾向的州 近年来 一些州削减了工会的保护措施 尽管面临挑战 今年劳工活动有所增加 美国工人因应生活成本上涨 不平等加剧和高管薪酬飙升而举行罢工 紧张的劳动力市场 也给工人带来了更多的筹码 北施省提高托尔索工作人员的实薪二家园 多伦多星报 从1月1日起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托尔索工作人员 将获得每小时二家园的加薪 使他们的实薪达到28家园 此次加薪是政府为了招募和留住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 为家庭提供优质包容性的儿童保育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持有婴幼儿 幼儿和特殊需求教育专业证书的工作者 还可以每年额外获得高达3000家园的津贴 自2018年以来 工资已经累计上涨了4家园 政府希望这次加薪 能够支持托尔索工作人员在儿童早期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并为家庭和经济的整体福祉做出贡献 汤姆 伊佐和朱德 西斯科特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助理教练时给了瑞克 巴恩斯一个欢迎来到大师联盟的时刻 亚胡 田纳西篮球教练李克 巴恩斯分享了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担任助理教练时 与密歇根州立大学教练汤姆伊佐相识的故事 两人当时在底特律考察一位身高6英尺5英寸的潜力新秀 巴恩斯对他的潜力不确定 然而 伊佐敦促巴恩斯招募史蒂夫 史密斯 后者成为一名拥有15年NBA职业生涯的球员 巴恩斯赞扬了伊佐的执教能力 并表示他喜欢与五大联赛球队进行表演赛 因为这对于训练来说非常重要 且难以复制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每周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首先 丁锡法尼亚州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 要求四所与州有关的大学提高透明度 公开一些重要的信息 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举措 对于纳税人来说 知道如何使用他们的资金非常重要 这也将有助于提高这些大学的质量 然后我们谈到了美国橄榄球联盟 NFL对休斯顿大学使用类似于Earles队的制服的警告 这是一项有趣的事件 休斯顿大学想要向过去致敬 但却被NFL认为侵犯了他们的版权 这表明了在商业世界中版权保护的重要性 我们还谈到了一些关于红肉和健康问题的讨论 根据专家的说法 红肉消费的下降可能是一件好事 因为红肉与许多健康问题有关 所以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减少红肉的摄入 接下来我们提到了日本企业寻找合适的女性董事的问题 根据专家的建议 公司应该更多地关注培养女性员工的总经理经验 以便他们成为董事会的候选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因为女性在企业领导层中的参与度仍然很低 最后我们提到了康奈尔大学 请FBI调查反犹太主义威胁的事件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也引起了全美国的关注 我们希望这种仇恨行为能够得到有效的打击 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和安全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希望大家喜欢 我很期待听到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绝望